有的人不仅生前活动为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哪怕是在他去世后 人们依然能够从他的遗产中汲取力量 继续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前进 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而大家当前看到的 是经修复后的孙中山先生的真实影像 和1924年录下的孙中山勉励国民的原生录音 那么当时到底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 让孙中山先生做出连俄连共的主张 并发出警醒国民的话语呢 孙中山一生一直在领导革命 所以对别的国家的革命也非常关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 随后苏俄以代理外交委员长加拉罕的名义 发表至中国南北政府声明 表示愿意放弃在沙俄时代 对中国的侵略所取得的权利 1920年又重生了这个外交主张 俄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 攫取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国家 新政权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 虽然明显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 目的是争取中国北京政府的承认 以对付日本 但这种外交姿态在当时也实属不一 因而得到了孙中山的热烈欢迎 1921年12月 从共产国际来的代表马林 到达桂林拜访孙中山 会谈中 马林试图要孙中山接受 共产国际和苏俄的观点 希望能够达成苏俄和孙中山的联盟 虽然孙中山委婉地拒绝了这次提议 但联俄的念头 已经在孙中山的头脑里悄然拨下了种子 一年后 马林再次拜访孙中山 又提出了同苏俄联盟的问题 此时的孙中山内心是犹豫的 他一方面希望在以后的革命事业中 得到苏俄的帮助 但眼下的国际形势和国民党内部清英美 反苏俄的力量又让他难以下定决心 也就是在这一年 陈炯明叛变 使得孙中山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 他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 而苏俄的友善态度 就像溺水者抓住的一根稻草 他是这么描述他当时的心态的 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 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 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 而我们在河中被激流冲走 我们向英国和美国求救 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 这时候 飘来苏俄这根稻草 因为要淹死了 我只好抓住他 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大声喊 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 但是他们不帮助我 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 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 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 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这时 孙中山的处境是相当糟糕的 陈炯明的叛变 使他几乎失去了一切 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大一部分人选择背离他 在这个时间段 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 不仅指责陈炯明为反动 还处分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部分中共党员 此番举措 令孙中山大为感动 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1923年1月26日 孙中山在上海签署了联合宣言 标志孙中山的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 得到苏俄的支持后 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收复革命根据地 他在1923年1月发表了讨伐陈炯明的电报 号召各路部队一起讨伐陈炯明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 被赶出广州的陈炯明不得不通电下野 随后 孙中山与宋庆林等离户反越 为了争取与北方的和平统一 孙中山决定不复任总统 以避免各方面的猜忌 1923年3月2日 一个特殊的党政军指挥机关 大元帅府在广州成立 孙中山就任大元帅 虽说孙中山已经决定向苏联靠拢 确定联俄联共的政策并改组国民党 当国民党内部对于这件事的看法 却有较大分歧 因此 孙中山派遣以蒋介石为团长的 孙毅先博士代表团 前往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和党务工作 并商谈苏联援助等事项 蒋介石一心人在苏联考察了三个月 他对此次苏联之心有详细的记录 而苏联对当时搞革命的中国人 也确实很有吸引力 哪怕是蒋介石认为两国的关系 还是有很多问题 但在对孙中山汇报时 依然认为苏联经验有诸多可取之处 最终在孙中山的强硬态度下 1924年1月2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广州召开了 在这次大会上 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同时决定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而这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 孙中山虽然几度出任大元帅的职位 但却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 而仅仅依靠军阀势力的话又四处碰壁 因此孙中山决定效仿苏联的经验 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 在国民党一大上 正式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军校 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 随后孙中山指定以黄浦常州岛的 原清代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为军校校址 5月5日黄浦军校正式成立 因校址设在广州黄浦常州岛上 人们才习惯称之为黄浦军校 时间一久 他的正式校民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反而显为人知了 至于黄浦军校的校长 在孙中山的心里 只有蒋介石一人可以担任 因为蒋介石和孙中山在永丰剑上共患难的经历 孙中山说 新办的军校 如果不让介石来当校长 宁可不办 黄浦军校的前四期 可以称得上是国共合作的典范 当时蒋介石频频邀请各路大佬来军校参观演讲 而身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 此时正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也曾受邀演讲 据史料记载 1924年3月 毛泽东还曾主持了黄浦军校第一期 上海考区的招生 从开始的亲密无见到后来的兵戎相见 不得不感叹 世事无常啊 1924年5月 孙中山在广州养病 这时 中国晚报报社刚刚组建了留声部 为了扩大报社影响 社长沈卓吴便带领留声部技术人员到达广州 为孙中山录音并发行演讲唱片 而孙中山也意识到 这是宣传他革命理念和三民主义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于是我们便听到了视频开头的声音 在这份录音中 孙中山说 朱军 我们大家是中国人 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 是世界上顶富顶强之国家 谁不知道呢 但是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情形呢 中国现在变成世界上顶贫顶弱的国家 中国的人民到海外 就被外国人欺负凌辱 看不上一个人样 朱军 试想想 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一个文明的国家 几千年前 中国最强盛的时代 可谓千帮进贡 万国来朝 各国都拜中国上风 到今日 中国反围退化 这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这就是中国我们近几百年 我们的国民睡着了 我们睡了 不知道世界各国进步的地方 我们睡着之后 还是以为我们像几百年前这样的富强 我们中国人 在今天应该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地步 要赶快想想法子 怎么来挽救 那么中国还可以有救 不然 中国就要成为一个亡国灭种的地步 大家要警醒 警醒 此番言讲 语言之真切 态度之诚恳 国父之名 当之无愧 诚然 在内忧外患之中 探索救国之路的不止孙中山一人 为此献出生命的人人志士 更是前仆后继 但是 孙中山却是一面伟大的旗帜 亲王朝正是在这面旗帜下 轰然倒塌 中华民国也正是在这面旗帜下迎来曙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